如果这几家你能有能斗得过 你能存活过来 那你就把它交给便宜 让我们所有农业人 都得交给命运 我不要考虑过 我有俩钱我想想多大多大 我想想多多热额 这个东西不是以数量取胜 人力的管理 还有一个你对整个行业的认知 还有一个抗赔这个能力 你才能去管理好干好 你才能决定干这干与不干 我还是奉劝大家 没有那个抗打压能力 尽量不要去走入这个养殖航 或者农业任何一个行业 今天晚上如果我时间允许 八点我开始直播 咱们就大伙在家 没事想想个这个话题 聊一聊 今晚直播间 见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农业儿童节 我还是在路上过 因为今天要需要去送蛋 跟大伙说点 说点这两天 为啥一直没更新段子 因为我没有小额了 没有小额的同时呢 我就是不怎么路段了 包括这几天也忙 一直在观察着种额情况 或者说上苗情况 一直我也在犹豫 上不上苗 上什么样的品种 这是一 二是我想预备养明年的种额 预备养不养 养什么样的种额 因为这个养种额吧 它是一年你才能见到效益 对吧 这一年的时候 你想想 它的行企行众都属于正常 你也别着急 别害怕 这个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你是干啥 都是有风险的 种额投资虽然大 但是后期利润 也不会像今年 所以说今年都说养种额的特别多 这个行业都有新进新出的 不管你是你干养殖 你干任何一个行业都是 有进就有出 有不干的就有干的 多少只是取决于你的经验 或者你能不能把它养活 能不能养成功 这是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肉食鹅 肉食鹅最近这几天 掉价掉的比较狠 有的养殖户属于说 我那么想卖还不想卖 你看看你的鹅养了多少天 你催没催肥 如果你这三四十天 你就是预计好 你想咋养 你说咋养 我说还是那句话 你不能说 因为它的价格和行情来 像猪是那 你说今天只有十二了 我不卖了 明天掉的九块养 五百斤养六百斤 那个你可以养它长 鹅不是那个东西 鹅它有的时候它不会长 因为它有换毛期 还有个就是说周转的一个期 所以这个周转期吧 就是会让你亏一大块 还有伤亡跟着 所以说好多东西 你预计养啥就是养伤 不管行情啥样 该出出该进进 你自己还是把你鹅管理好 鹅苗管理好 让它伤亡率小一点 就是说 赔也赔不上啥 咱们挣钱呢 咱也不像原来 那利润那么高了 你不要考虑说 我掉价了 我不卖 掉了 我使劲卖 涨了我不卖 就是好多人 都是这种观点 涨落该走走 该涨涨 该卖卖 不管今天啥行情 明天好 啥行情 到日子我必卖 这是我作为养殖人 作为我自己的这个 行情来讲 我自己的一个决策 所以我的建议 听也好不听也好 因为只有你入了坑 走过了这些经验 你才能知道这些东西 到底是真是假 是否还能成功 我祝所有人 所有的老姐们 六一儿童节快乐 让我们同心未免 永远有一颗童贞的心 出发去宋贷 看看我的大奔奔 看看我的鹅肠 别辣就是我的鹅肠 其实就是只有自己辛苦了 自己努力了 不是说用嘴说 你得实干怎么干 现在想返乡庄业的 或者是说想往回来 想回东西干点事的 要三思而后行 量力而行 你我们那个能力 我们那个实质性的东西 去干这些东西 好多问题都是咋说呢 就是你得辛苦 不辛苦不可能 就是不亲力亲为 不想去干 或者说我就想回家 干点事 想有点事干 我就尽量你现在就是 暂时别回来 别干了 因为不好干 啥事真的不好干 不好整 你看我这 现在这是我整个的鹅肠 后边就是我的整个的一个鹅肠 在厂区 一定是安全驾驶情况下 看人来人游 最后只剩一双手 一头蜡虎去过看看和勾勾 昨天没有录视频的原因 是我家小鹅 做了禽流感的防疫 做完防疫以后 我们就是小鹅应急 就是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禽流感的毒性也比较大 所以说呢 打完禽流感的头一天 就饮上多维水 饮完多维水 第二天早上打针之前 不要上料 打完以后上完料 就不要管它 也不要去碰它 也不要去碾它 水也是多维的水 水配好 料配好 就不要去管它 要一天 那天是打 昨天早上打的吗 今天是第二天 第二天我们上午十点 开始放我地千斤万马 把大鹅小鹅就碾出来 让它吃草 因为我们这边 不是有下来溜达溜达 出来让它也活动活动筋骨 拉拉骨架 所以说呢 就是一定想着所有的养殖户啊 一定一定要打禽流感 因为现在禽流感也比较盛行 就是说完了也是比 比痛风还要狠的一种疾病 一种 咋说呢 这个疾病是比较狠的 再有一个 我再次再提醒大伙 就是什么呢 四十多天以后 四十天以上 一定再上一遍 姜摸盐的药和大肠肝水的药 一定再上一遍 这样是它在催肥前一段 上完以后开始催肥 它不会拉稀 它的料就会吸收的更好 料肉比就会更低 你的鹅就会更健康 而且你的鹅养的 料肉比啊 军众啊就会更好一些 有什么不懂的 就是随时可以与我沟通 随时我们直播间 见 我马上开始直播了 不光我说的对不对 作为你们授意来讲 你就是自己说 你们锦州林海南的都 外面总我这么不消停 你还帮我厂子里进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是先我们不好 是先怎么地 还是我们怎么回事 还是我家太好说话了 随时扔进 要不今天你别走了 待着喝茶待着 我总共有问题了 再说 不笑 根本就是吗 干啥呢 哪张天天天啊 没人没人通过 就嘎嘎 进院里 都这些鹅 那是三千两只鹅 两千只鹅的事吗 那是现在 院里贴的多少只鹅 一般的都不让往里进 是 知道还往里进 那你说知道明知故犯吗 我没有种鹅肉是鹅也行 咱说肉是鹅 咱可以时间短就能卖了 这种鹅刚下的 你哗哗就往里进 我外面没写着也行 我外面没标注也行 其实是大门口厂着谁都可以进 但我写着种鹅呢 特别是你们兽医 兽医就能懂这些东西还往里进 你说不懂也行 我不说这些话 你不懂啥也不懂 我就进来了 你说农村来创门啥也不懂 我那现在啥都写着 你们天天还是给鹅治病的 东涮西涮的往这来 一回不说两回不说 不失声呢 拿一张都打磨不开 那谁家鹅这样 就是你家鹅 你能让这二人来不懂吗 我就问问 这就是你家鹅的情况下 你今天打电话吧 我告诉你 走到没有问题 我还找你啊 私自上我鹅厂院里啊 我鹅如果有问题 我就直接找他 走到我的邻地里的鹅厂 心情也比较好 特别是在太阳高落山的时候 心情也比较愉悦 看着我的大白鹅 又要出栏了 其实心情很好 但是今年的生活率还是不怎么好 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我生活率多高啊 我95% 我90% 那是在十多天以前 而且是到你出栏的时候 真的不是大伙想象的那么样 它今年的鹅价虽然说很高 但是成本也更加 我记得我去年的鹅厨 出钢是6块钱一只 今年就已经1617对吧 而且料也比去年贵了很多 所以说它的成本 人工的成本 时间的成本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和你去年相提并论 也不要跟你所说的人 咱的鹅不是吃空气的 也不是喝凉水的 咱们是吃料的 而且它是有成本的 不是大伙想象的 你这个正40 你这个正50 你这个正30 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1000只 有可能你能挣到 因为人工是自己 水电不用花钱 肩膀不用花钱 这些东西你没有损耗 像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有损耗的 我也希望大家在养鹅的路上 少走弯路 而且在养殖的路上 也不是大伙想象的那么好走 我们养殖人 慎重而道远 就像现在猪 养猪人现在包括农大 不也是在破产边缘吗 已经申报破产了 那么好的一个企业 那么好的一个大型企业 国家在制成的都会破产 别说我们小毛小户了 如果我们在养个身上 这个那一个梗头 真的不只是一个梗头 有可能你几年都翻 翻不过来 真的很难做到就是说你一本万里 再有一个就是说人各有志 而且人各有命 你有这个命证才可以 而且你要有能力把这个养殖做好才可以 也希望就是朋友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或者说有什么咨询的 可以随时私信我 或者是说微信我都可以 我将我知道的或我遇到的问题 我会无条件的跟大家说 而不是像所有人说的那样 这国家要礼物吧 你花钱吧 我给你学徒要多少钱 我们都没有费用的 只要我遇见那个问题 我知道的我会告诉你 我不知道 那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不是受益 我只是一个养额人 感谢大家的关注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我哟 我应粉丝宝宝们的要求啊 我给大伙录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是啥内容呢 就是我将视频的方 添加这个文字方式的一个 小鹅的一个日龄饮食情况 这个呢 也得根据你自己养额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我说的这个饮食情况是大三花的啊 就是这个鹅的品种叫大三花 所以说呢 这个也根据你自身情况 南美的温差都有关系啊 我给你做的这个只是参考值啊 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啊 最近几天我要在今天这个棚刚中转完 今天下午刚把棚 帮把鹅转到这个中转棚里边 这个棚比较大 因为那个棚比较小了 密度有点大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将在这里 一夜一夜的班 我也准备 在这里休息 跟鹅一起休息 一起玩耍 希望我们的养殖行业 真的就是挣着那点辛苦钱 而不是你们想象的 晚上要睡好觉 或者说我炉子生好 不能管他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今天他刚过一个新的环境 他也有点陌生 他也有点不适应 所以我们要陪着他 跟他一起度过 他的一个陌生期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对我的要求 我将按照你们的要求 把每期视频做到极致 做到最好 希望对你们所有养额人 所有我们养殖人 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将不定期去直播 咱们准备开始养额的朋友们 特别是农民朋友 小想养点下蛋的 想吃肉的鹅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 拖这种拖温了 要三十五十只了 百八十只了 就这样的养殖户 也可以跟我联系了 这样咱有正式拖温的 这样是这有啥鹅呢 有三花鹅 有小白鹅 而且还有非洲院 就是大白鸭都有了 有想买这样的鹅苗的 朋友们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私信里头告诉我 你想要多少只 我告诉你到哪去取 还有就是说 我家现在这批小鹅 已经十二天了 也是大伙常说的 痛风高发期 还有痛风高发期 这里上网数 我现在就是说 跟大家说好一件事 大家一定得想好 我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我上批鹅的时候 大伙都说 让我预备一个残鹅残栏 残栏里咱们有一些得了 小痛风的摘着落呢 或者姜妹爷来的时候 那不是有那个瘸的吗 我就都留下来 这批我就准备不留了 就是包括它有腿瘸的 瞅着小点全部刷掉 直接就让它放上去了 发油那拉了 不留了 因为现在我的大鹅50多天了 一天还有伤亡 这种伤亡几乎都是腿软 不走道的 还在一天上网个十来只 十多只 这样下去的话 因为它料也吃了 所有的针也都给它打了 这样的费用会增加咱们的一倍的费用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认可从小时候 这二天之内 咱给它挑明白了 最好不要有 就靠我现在这小玩意 不要它有瘸的 残的 短的 等收购的时候 我家没有残额 媳妇了 不要说以后再有什么残额 你这不走道的 你缺道理人的 咱以后这种情况 在咱家就是不会再出现了 因为残额 咱能不上车了 就是不给它上车了 咱也没有了 现在就从小就给挑掉 要不然吃完料了 你感觉你成功率很高 但是它吃完那个料 它也在伤亡 这样你的损失会更大 它是持平衡状态的 这是我目前养几匹额的经验之谈 大伙都说还能活 你养着能 你跟刺痛孩好好刺痛刺痛它 让它能长大点 或者说你能卖 卖多少钱不都是钱吗 现在鵝这么贵 但是你想好了 它吃掉 这个成本也是很大的 而且它还不一定活到你卖的时候 所以说这些问题 一定想好 如果你想真正想把鹅养多养好 不像你养三五百只 千八百只 三天以内都不用挑 不用管它 没有多少残除 只要过五千就有残除了 这样一定要挑五千以上 而且今年的成活率 不是想像大家说的 那么好 成活率不是那么的好 一定看好 如果谁再跟你说 百分之九十九 九十五的成活率的这种情况 要是不企业的情况下 我就开始直播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注意我的动态 加油 江湖岛屿时后有祝福 共鸣一路不单独 曾经念想 插上翅膀去飞 恍恍惚惚 又是一个年岁 今天我为啥说 站在高处 站在三车车上 拍戴的是别 大家认真干 认真说 就是说作为养殖 你干活就是这样 你都会湿透的 今天想着是第七天 第七天我们就以通胜为主 因为怕它通风 就是因为你冷热 容易造成它病毒性通风 包括控料在内 我今天开始正式控料 上午六小时下午 就是白天六小时 晚上六小时 晚上六小时要多得多 因为晚上要 它就是排毒的时候 所以说晚上要通胜的时间 要就是包括它控料时间 要长一点 比如说我六点下午料 七点八点就吃完了 从八点开始 我控到九点 十点 十一点 十二点 一点 两点 三点上料 就控这个就算七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在这期间 我全部都是葡萄糖 小苏打 饮水 葡萄糖 小苏打饮水 一直都是这两天 因为这两天 如果你发现气温 或者你的温度控制不好 高低了 就容易得到通风 所以说你必须要预防和坚持 做这些东西 而且我这么高的路的视频 目的是让你们看看咱家的小哥的状态 看看后边什么都是趴着的状态 看了吗 他只要不漆堆不是立着的趴堆 就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这几天是因为危险高发期 所以说这两天我争取 每天都在更新视频 有什么不懂的 尽量我这两天选择直播 尽量这两天我选择直播 告诉大家应该这些事情怎么去做 怎么去控制 尽量在直播间里 我们不要提起药物一类的关系 药物包括它的怎么样的使用的东西 尽量不要提 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用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只是我的经验 我不是兽医 我也不是奶泡面的卖药的或卖料的 我只是一个养额人啊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所有的问题就是 还是希望大家把每期的视频都看完 看完对你肯定就有一点点的提示和帮助 我家所说的取暖设备 因为我这个棚是专业拖温的 就是只要额拖温在这个棚里 就是专门盖了一个拖温棚 所以说用了一个热风炉 这个热风炉你可以有温控 可以有失控 就是说它的温度上来 它就自动跳 温度下去它就自动升温 完了那个旁边那个看了吗 那个就是我家的水桶 那个是就是说自动上水 里边放个浮票 水就自动上了 底下那水管就自动上的流了 你就放多大样的自己流 流到那时候长流水 就是那边这边进那边出 不能一直有水喝 记住一只鹅一定要一直有水喝 神可以晚上可以补上 可以饿一顿 但水不能没有 这是我家的一个就是高端的取暖设备 我不建议你一年养一两万只鹅的时候 一年就养一匹两匹三千两千两 不要用这个炉子 没有必要 这个炉子价位有点高 没有必要 就用咱普通的土炉子就可以 那个加温就可以 不用说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干一件事自己正干 就不要听谁说 自己不要说去看 去说一定要干 自己脚踏实地干 这个事你绝对能干明白 你就是说有一些东西 不要不去多说太多任何东西 包括我说的就是所有你们想需要的问题 我会一一的把我家的都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去看 包括朋友们问我这管是多足的 我说管是380 庇后是2.0的 那个叫380 900一个空 900一个空 反正高度是5米5 你可以不用建我这么高的朋友 也可以卷成那种椭圆的 椭圆的朋友 有啥好处 两边都能周起来 通通效果好 就大的的时候 你要是养拖温棚 我建议还用高温棚 高温棚是啥好处 第一省眉 第二阳光毒 就是这两点 你要是我说那种 咱们专制的养制棚 阳光进来的就是 不是那么圆满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有臂就有利 所以说你自己看 你想养 是专门有拖温的棚 还是一直连拖温再养的 都是一个棚 都可以 根据自己条件 你有啥的棚架子 你有啥的 多宽多大 小心见棚舍的 最好你来我家参观一下 我一直在去设计 为啥呢 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花冤枉钱 都花走冤枉路 最后这个棚不行了 你还得拆 这样就浪费钱了 要想大干的朋友们 要小干的就无所谓了 你住舍都可以 对不对 住舍即舍都可以 都可以养 这颗录视频也比较辛苦 因为这屋里是高温 一一旦高温的情况下呢 他就我这个电话就老关急 我就反复出了 反复进了 这样是屋 人也容易感冒对不对 额来不进来不出 也容易感冒 所以说呢 呃就是说 希望在我的辛苦的 呃看在我这么辛苦的情况下 希望你们看到我的视频 呃给我 一点点点关注 是吧 呃我希望我们在日后里边 能给你带来欢乐 带来快乐 也能帮助你 呃省点钱 多赚点钱 谢谢 再见 我再说一遍啊 以后这样简单问题就不要回答了 做防疫 就是让他三个小时吃完那料 再控三个小时 就是上料一定在六个小时之前上料啊 比如说你明天早上八点做防疫 那你就在这家上前六个小时上料啊 为了你明天做完防疫以后 控料做准备 升温做准备 而且今天呃在后半夜的时候 把你做的防疫的疫苗拿在屋里 让他这个温度和他的体温差不多 这是一 二 今天晚上把多维都开始投上 明天一天一直饮多维水啊 这是我呃 呃作为小额 我现状非常健康的小额的来讲 明天就开始做防疫 第二 最后一点啊 做完防疫 一定把额挑出去啊 以后你看看我挑出多少额 我会在后 视频中给你们看看我挑出的额 啥样 一定要挑出让他直接就是说 别让他痛苦了 直接就 偷偷了啊 直接就让他直接就完事得了 脚带他得了 所以不让他痛苦 所以说你们所说的 呃舍不定千万别的啊 你养的少 你养的多你试试 你到时候你都管理不过来 有瘫痪的瘫痪 学一学 拖拖拉拉的养三四 三四十天再那个没了 是吧 一回事啊 明天做小额做防疫啊 做防疫的时候 怎么样的打针 怎么样对药 我再跟你们在视频里说一下啊 之前呢 咱就是说每天我只有变化了 我再更新啊 不变化了 我不更新啊 因为一时说直播直播 一直没有时间 因为现在 第一是我嫂没有问题了 第二 嗯 我家的那个 玉浦这块 包括我事儿 他太多了 就是时间推不开 等我想直播就十点多了 十点多了 就是太晚了 也没有时 就是咱们两个人都十点多 都赶紧休息了 一天累的都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争取 就是说 呃 把这个段子 一定给大伙做好啊 看这哈喽吧 瞅瞅 气愁 全时的哈 看到吗 这就是小儿第五天 你就是 这种状态 明天升温 还是这种状态啊 呃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呀 大家好啊 我今天更新 我家小儿正式是第四天了 因为昨天发的是前天这样子 段子 前天因为着急 呃 那边的大哥下床 就没有时间去 包括来客人 也没有时间更新段子 所以说 在日后的日子里 大伙一定把每个提示文献看完 因为这个视频里边掺杂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因为有可能好几天 如果我没有变化的话 应该我为什么情况下 或者有突发情况下 我再发视频 没有突发情况 就按照我这流程想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这个温度控啊 温控看了吗 这就是温控最好的温控啊 不要说谁说的技术好 这好那好 不用信价啊 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有东西咱们都是以事实情况 根据实验 听信 那什么呢 就是说纸上谈兵啊 纸上谈兵都能谈好了 我也能谈好了 没必要 咱们干啥事都认干 而且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干好啊 把小鹅养好 是你最终的目的 是你最终的目的 你为什么养了 养了干啥 那你为了挣钱 对不对 钱挣得多了 你才能有机会养了 钱赔了 你有可能就没有了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有上下部的额 上下部的额 尽量别去养 那个你存活率极低极低啊 我现在就是给你们一个忠告啊 我争取今天下午或者说晚上提前一点 尽量早点直播啊 谢谢你们的关注 请你们多多支持 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可以多多提一下啊 谢谢 一定所有的视频你看完啊 看完视频你又有答案 我不需要再重复回答 每一个重复简单的问题了 有只重复回答 最难的 比如说你当时遇到紧急情况的问题啊 在直播间里回答啊 今晚我们还是直播间 见不见不散 今天是第二天 我说开神的时候啊 开神 怎么叫开神 就是用什么样方法 最好是用我看了吗 如果没有料的大盘 就用这种的 这种看了吗 把这个丝料袋剪开以后 给它这样涂 让每个小鹅均匀的都吃上这个料啊 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你这个上面 如果干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被三天 如果湿的话 就一定要两天之内就撤下来 一定看好别有发霉变疹的情况 或者潮湿的情况发生啊 看到吗 这就开始吃料了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 今天正式开始了啊 下面我再说一下 我今天用的 第一天用的是什么样的药 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咱们才能把这个小鹅养好 怎么样去预防啊 我每期视频都会说的比较多啊 希望你们能认真看好啊 看完以后 记住了 这个问题我不会重复再说了 因为上次说过啊 这次我接着说啊 那个我现在去对小鹅 第二天的那个药 开口药啊 就是我们下午 因为需要上料 上药 咱们就是对一下那个 因为我这一边走着 一边给大伙儿录嘛 呃 天呗 就枪毛枪指的 整着我自己 那个咱看一下 那个都什么药 我给你录一下 我就对了 下回你们就不要再问我了啊 问我我也就只能说 呃 呃 告诉一下啊 因为这个小鹅第二天的视频 现在已经开始正式 录制了啊 就包括什么药 我都给你们录在视频里面 完咱视频就是有点长 完大伙儿就是尽量看到完啊 呃 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说一下 正好走在过程中啊 呃 昨天有个人从微信里问我很多事情 我说的 我马上直播了 不能单独回复你 夸家给我来个句话说 好像你要礼物吗 我连话我都没说 你问我的东西都我都是免费告诉你的 我还单独的私信你回了你 你说你问我在直播间里要礼物吗 哎呀我都不给我干无语了 这人好人真难做呀 哎呀药药我搬哪下来 哎 这能看了吗 我用的是啥药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名字名字我就不能说了 看好了啊 还有还有这个啊 一万只为例啊 一大袋这个 上个药是我要了 四袋半吨的水箱 我用了 半桶的水对这些药啊 详细的东西我都在这里边 重复重复再重复啊 自己必须得详细看 以后这样的问题 我不会再重复回答了 还有一个这个啊 这三个样药放在一起 你所买的东西 只要是国家标准的啊 国药准字的就可以啊 有生产批号就可以啊 不管你用什么牌子的啊 我说的只是我个人见解啊 我用的这几样药 每一样药我用一大袋 只有恩诺我用的少 用了三四袋 这个都是一样一大袋啊 这是小 第二天饮水用的量啊 再重复一遍 一吨的水箱 我放半吨水 抽一半 对这些药啊 一万只鹅的量 半生风情半生梦 跌跌撞撞在路上 付了青春 付梦想 回首不再见过往 今天视频发的有点晚啊 先说后说小鹅厨啊 而且我要是对朋友的一种负责任啊 今天嗓子又有点严重 火有点大 我准备开始用药 买药了就是 弟弟给我买了好多药 其实挺感动的 打井打了一天半 才出水 而且水也特别旺 特别好 打了68米 也挺好的 因为我在视频上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井 好看 所以是这状态 第三点就是 今天我家的小鹅厨 是第二天 第二天呢 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 用恩诺沙星 黄旗多糖 还有双黄莲 这几项药 我在视频上还有流程 都给大家还在加在里边 因为我对朋友的负责任 因为我那边的鹅大了 在浴厨期间 我不进这个浴厨棚 就这个浴厨棚 我是不进去的 我一会儿就是通过窗户 给大伙露露小鹅 第二天的状态 我们不进人的状态 看看是不是 浴厨 你要能达到这种效果 你养鹅一定会成功 也一定会赚钱 而且朋友们关注鹅的行情 不要关注行情 到日子该卖卖 该运行 该进厨进厨 只要你成活率抓好了 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 我也不会因为 这些事情去各所有养殖户的 或者朋友之间的韭菜 对于朋友的负责任 是让我的厨就是说 给你遇的 就当自己的遇的是一样一样的 所有的疗程 所有的用药 所有的东西 我一向不会辣的 而且要比自己的还精心 如果是我自己的 我早就进棚了 因为不是自己的 更要对朋友负责 对养荣户负责 所以说 我一定要精心养好 精心对 每一个信任我的朋友 打个招呼小鹅 用粉丝把我们的要求 我又做了一期视频 从小鹅的第一天开始 到家开始 请大伙都认真看 而且要注意每一个细节 一定把我这个视频看完 每一个细节 这样的话 对你养药肯定有帮助 我们家到家第一天 水提前两天 把整个棚的温度升起来 水要它变成是温的 第二就是要水里边加多维 让它饮水 自由饮食 饮水就可以 放在棚里一直饮 今天就是让它饮多维水 不让它去做任何动作 没事就让它来回跑 今天是第一天 不要喂食 就是饮多维水 我还会把 在从一到十七天的流程 还是每次发在我的视频最后方 有什么需求 那里边也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 一定自己认真看 那里边包括得什么 用什么药都有 一定看好认真看好 希望大家给我多多关注 多多 月轻风归去来袭 繁华翩翩落满地 留下腿积 我依然在等你 看看我今天把我的小哥下地了 下船了 你看我们东北啊 村草不生 现在都没有草 我这在树林子里边一点草没有 不像你们说的吃青丝吃啥呀 什么都没吃 只能在地上溜达溜达 让它走走 省得它腿瘸或者腿不会走道 因为在网窗时间长了 是腿是不会走道的啊 它是瘸的 现在整个的全部今天让它下床溜达一溜达啊 我们现在我们的室外温度高 二十多也就那样嘛 但是也有点凉风 但是感觉下床以后应该没啥太大问题 争取 一会儿我就给它进棚 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怎么下床 或者是说什么时间下床 你看自己的额的状态啊 出来一定让它跑跑 不管你有没有草 或者有没有料啊 都得让它下来跑一跑 有的啊 我昨天去送到了 因为时间的原因 还有好多事情的发生 我没有发视频 也没有直播 我今天先发我小船 小额下船的 明天我再发我送的啊 明天再发 希望你们多多关注我呀 拍声对我说 翻身在今年 说我今年更穷不远 更前最有远 想什么正 有什么好正 嗨 我应粉丝宝们的要求啊 给你们拍风排了一下 我刚才在外面排那个拍风是中软的 就是比如说 等到十多天的时候 棚内的湿度 或者潮汽还大的话 给放在地的中间 顺着放 就是放两个 都往一头吹风 就是顺着放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放西风的 往里西风的 那你往这边有道着上的 有正着上的啊 这个你自己就是样的一顺 要是都样的西风 全样的西风 就从那头移植 一顺着再撒 全西风这四个 因为我这个棚比较小 这是60米的玉橱棚 专门玉橱棚 这是60米的 所以说你就用三个棚上 那俩是各地的 加在上面还有一个 那个安在墙上的 以后我给你录下视频 你看一下啊 墙上那个视频 你必须有的是旁边放个棉被 在三四天之内就给它放上 完了等到开通风的时候 给它打开 这样你屋里的室温 就不会过度的散发掉 或者跑掉 因为你层高的高嘛 那就往外跑嘛 所有的热度都跑到外边了嘛 还有我这个应大伙的要求啊 你们尽量把我想讲的 想知道的视频你们看完 因为后边不一定有啥好东西 包括昨天说消毒的东西 我将今天把消毒的东西 放在视频的废户房啊 用什么样的消毒 完了我给你放上一个简易的东西 完了我给你手写上 你上网上搜一下 这应该能买得到啊 如果实在再买不到吧 我想办法看看咱们是怎么能让它 让你们能买得到 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小鹅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做 出现通风 我这现在十天了 也出现点轻微通风 我这个通风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不是说你 就喂你多少料就造成了 因为我一直在控料 一直在喂葡萄糖和小树达 这次呃是因为应急造成了 因为昨天和前天我们这边沙尘暴 整个棚都给他们给周开 说实话好多棚都已经 包括我们当地的那个采加榜 养牛的棚都周开好多好多 所以说这个应急产生 杂产的就停电一黑 因为咱俩小树是24小时一直打灯打的 所以说一一一灯一关 他就来回一顿跑一顿跑跑出汗了 反正在呃屋内的时温的下降 就感冒所造成的通风现象 通风走了咱不害怕 咱们就是不会像你想象的 说大伙不是治啊或者什么 一旦得了通风不要用任何药 就是把通风治好 治好以后再治别的病啊 通风的要求我 每期视频都会说啊 就一定是说通顺在白天上午喂料 下午你就喂点白菜 喂点青草 你就不喂料 这是一意义 二是就是说葡萄小树达一定一直喂啊 就是到下午的时候 通顺就是晚上 晚上一直通通到第二天早晨 到了10个小时12小时通 绝对没有问题 一旦得了的情况下啊 没得了可千万别这样啊 呃 哎有什么需要呢 就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 就是我还会在视频里体现 或者今天晚上我们将直播早一点 因为我后天明天要有事情 要去富二厂送蛋 我们到时候再把富二厂 咱送蛋的一个全程 呃用视频的程式展现给大家 今天晚上我应该是早直播一小时 晚上下播一个小时 因为我要休息好 因为我开车300公里 呃来回就是600公里 还得说不间断的开 这样事的话 因为咱们要把蛋安全症送到花场 才能付出小额的 咱们才能有钱去养 对不对 呃 还有啊需要什么疗程的东西 就是需要什么东西 我都会每天你们给我提提要求 一定打在评论上 你打在评论上 或者说打在我每个视频的评论下方 你多点几个赞 上了一点 这样是我根据你的视频 根据你的要求 我的视频做下全方面的一个视频啊 要不我昨天说的几个 我今天看一刀提 你有事就忘了 对不对 记住 我之前也是个白领 一个时尚的女人 因为我这衣服都是我原来不干养殖时的衣服 我又拿走了 让大伙也看看 什么样的人都能干养殖业 只要你有恒情 只要你有定力 只要你想干 让自己活得更好 那就自己努力 自己干自己所想干的事 谢谢大家的关注 你多多点点小红星 来去都匆匆 有多少人们不知不觉 身陷其中 忘了曾经那份简单笑容 把你的心给我 把你的爱给我 这样我才能大胆成事 有更多的把握 我要的也不多 嗨 这个谁也别说 是一家小鹅没有死亡 也有啊 都有伤亡的啊 只是多少而已啊 养鹅就是一定看好温度 看看我鹅的叫声 现在这只 在这额已经第九天了 第九天状态还是很好 因为现在手势看护期 人家 要养殖户来讲是通风期开始了 一定要管理好和看好 还有就是说 别说养殖业都是 这百分之成活九十九啊一百啊 不现实啊 就我这养这么多年 我没说说我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我就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上下 这个东西你不能用额外的东西来欺骗新养的后或者说 不懂的来进入这个行业 还有我听的故事啊 我给大家讲故事也是 这个故事就是由来打来的 就是朋友之间说有一个人要养额嘛 就是养额告诉一只利润是八十 利润八十 我的成本都七十上下化 利润八十 咋来的 你的额是吃空气喝凉水长大的吗 喝凉水也得用钱呢 也电费呢 对不对 就是有些时候啊 要自己动的脑袋 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还有好多朋友问我浴火料的事啊 浴火料我正在跟厂家沟通 沟通好了以后 我会及时的跟大家说 浴火料怎么去拌料 用什么料 你的肉食额怎么办 你的种额怎么办都可以啊 这个就是等到咱们 我谈好以后价格 包括印费这块 因为咱全国各地朋友拿的都有 怎么样能让咱们自己 一起养额的人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啊 这个你可用可不用 也可以自己你们自己跟厂家谈啊 如果把主要是把他的配方 和他的用法要过来 把还有这个价格 你感觉谁的便宜用谁的都一样 用谁的我也是给你的便宜 你放心 这肯定没有问题啊 呃 我给你最后跟你要是跟你咱说闹个不愉快 也倒是别愿我 别说我提前没有说啊 就是想参观那可以 因为他没有养过鹅 这边没有鹅的朋友 就是唯一我说的是料厂的朋友们 还有受药的朋友们 我药也不用你 你不用上面来推药了 料也是 你能给我发料吗 你能够先给我发药 让我试吗 你要是说料让我发来 我先试试也可以 药您让我发过来 我试试也可以 你看我试好使用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前提也不要 私自闯进我的养殖区域啊 一定要在门外 给我们打电话 跟我们沟通好了 你在那进来 不沟通好了 就像今天那个朋友说的 进来以后 别说我不给你们面子啊 不管是任何人 我那也是参与了好几百万的东西 你说进来就进来 造成损失 谁能给你承担呢 对不对啊 请所有的朋友要自律啊 我也是今天穿了一个 我火的那个视频的小背心啊 请不要在评论下边 评论一些用不着的 走老挨举报 那些有啥用啊 有啥意思吗 那没有啥意思 对不对啊 咱们大伙在一起 就是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 能多赚点钱 试点钱 对不对 我出这个视频 就是为了更好的 让返向创业 回家创业的人们 能得到一点指点和帮助 别的我也没需要谁 别的我也没有啥需要的 或者要求回报的东西 都没有啊 在这里有感谢大伙的关注啊 谢谢你们的关注 多点点点小空心 让我的人气 冲破两万 不要善我了 半生风景 半生梦 应粉丝宝们的要求 我做了这期视频啊 但是我要留作业的啊 我这期视频做完你们看完以后 晚上九点 咱们在直播间提你所看到的问题和要求 我们互相沟通 找到更好的经验 把额养分更好 成活率更高 让我们赚到更多的钱 希望你多多关注我 多多点点小空心 人气走起来 就是网床 是怎么搭建的 有多高多宽 网有多大 这是二一个是水槽子 用什么样的最省钱 最方便 而且用着又经济又实惠 因为我这边也是在浴厨嘛 所以说这边的 用的是最方便 最经历 最实惠的 还有我还是将 小鹅一到十七天的 整个的流程 放到视频的最后方 你可以看一下 也根据鹅的状态 不要全身心的把我这个流程 没有用 你根据鹅的状态 随时可以更改 随时可以改啊 我现在就带大家看看 我这网床啊 网牙有多宽 床有多高啊 我这是 这是五十 这个柱 这个柱 到这个柱是五十高啊 五十高 根据你地面平不平 你地面的话 我这底下是土地面 这个面你可以根据 那个上面你超平一下 有高有低 我这边这个是最标准的 五十的高度啊 下边是竹床 看见了吗 下边是竹床 底下是用的那个钢管 搭的架子 上面搁的那个竹床 竹床是多宽的呢 是 床是三米 宽是五十的啊 这是竹牌的宽度啊 你剩下就根据你的大棚的宽窄 来调解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往床的是 我这是0.6的 0.6的 你也可以高0.8的都可以 但是越小吧 大了它分辨不爱往下下 但是不爱卡额腿 大一点卡额腿 你小的时候看住一点 鹅苗要小的话啊 水桶上面有浮漂自动水线过来 下来以后 看了吗 用这样的水管 这样的水管就是比较好清洗 好了小鹅喝水还容易满足 就所有的都可以够用 这就是下水管啊 那个是 这个小细的下水管 难道大了再换粗的 小鹅的最佳状态啊 大伙所说的刀毛啊 我这也有刀毛的 看见了吗 都有 这个东西避免不跌跌撞撞 撞在路上 我这边的小鹅 今天是第7点 第8点了 也是进入危险期了 你记住啊 所有的鹅 我还是啊 状态放到最后 包括养鹅的流程啊 包括怎么预防通工的流程 都放到视频 最后发有个 写了一个 小简易的那个流程啊 但是我这个流程也得跟你说一下啊 所有的流程里看你鹅的状态 根据你鹅的情况而定 不是你固定的这么做就得这么做 鹅要是不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可以这么做 一旦有突发状况这么做就不行 比如说现在这个通风现象 那好 一旦得了 有可能你不要用药了 必须先知通风 把通风搞好了 再搞别的 要不你会加重它通风的病发率 死亡率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看好自己 鹅的状态 温控一定控制好温控 这个温控控制好是鹅的体感温度 而不是咱们温度器的温度啊 你得控制好七天 这时候就是说我一般的五天打个小温度跳一遍 就开始天天没得跳了 他鹅小了弱的 你也可以高一边痒 也可以直接不要也可以都可以啊 自己一定要想好这个不是舍不地啊 一定要舍得地 不舍不地就是浪费你的资源浪费你的钱浪费你的财力 人力都浪费啊 还有所有的朋友不要私信问我啊 呃咋样咋样 私信以后我不回了 评论区里见 你有什么大问题评论区里见 或者说我每天直播的时候你来直播间 也可以听也可以看也可以聊 咱们聊的都是实实在在 或者说我的经验而谈 包括我发生的所有故事 都可以来听一听 也可以问一问 因为私信太多我回不过来 我也看不明白 因为私信里边有太多 呃 重要和不重要的 有的没的的都说 所以说我不想回了 所以说你们要来晚上 我每天晚上 都不间断的直播啊 不定哪个时间段 在直播的时候我会提前预告一下啊 呃也谢谢大家能晚间能来到我的直播间 咱们互动 想发 怎么能把额养好 怎么能把钱赚到手 少赔钱 你多赚钱 包括大鹏怎么建啊 温度多高 空路多高 我我现在为啥看也去看着这个小鹅 这小鹅因为危险期了嘛 开始进入危险期了啊 进入危险期的每一天都要观察 每个每两个小时三小时必须进风看一下鹅的状态啊 呃谢谢大家关注啊 有想养鹅或者想咨询鹅方面的所有知识 包括建篷的知识 晚上来我直播间 呃这个鹅是我家的老四啊 大火小跟我要流程的啊 要养鹅的这个流程的啊 我今天在视频上又手写的一个小淘宝纸 给你们放到最后方啊 最后方 记住了不要再私信问我了 我给你们做一个流程了 做了已经 做到最后方 还有所有人说我啊 呃 准备要收费 你记住 呃 我展时 包括以后 在养鹅方面 我绝对包括我的养鹅技术和知识 绝对是免费 不会让你 不会收费的啊 不会收费了 以后也不会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 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 因为你们有的东西 要根据当地的小鹅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 屠材厂需要的品种 不要瞎养 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 或者是说我给你品种 你也养不了 根据自身 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 去养那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 因为这个鹅 你就记住 你看是帮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路饭水的出现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展示标准化是很难的 展示也做不到 我一会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 父母 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 让你们看一下 不是每个人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 只要一套乡下人 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信仰 一个终日 马上给大伙去看 总的 父母级别总的看 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能剪小金蛋 这个是纯纯的三花种鹅 想养种鹅的也可以执行我 想养肉食鹅的也可以执行我 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 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 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的种鹅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 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 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年疫情有很多人 因为好多行业的关闭和倒闭 都想养鱼业 但是我劝你 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像咱们说的 你吃饭 你还有咬舌头 咬腮胀的时候呢 你鹅 养鹅更是一样 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 挣不挣钱 你根据你自身条件 自身情况能不能干 你天天吃饭 你还有咬牙碎牙的时候 你就别说养殖了 毕竟他是给你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 我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 马上 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 我家老三有点怕人 就是棚里一半 外边一半 因为他都四十多天了 还有几天 还有个二十多天就出栏了 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 他挖挖跑 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 水线和撂线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 一去不跑 他就是怕生 热生 还有你最近想想 一定要慎重了 因为马上快到你在现在订苗的话 还能有一批 一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建议大伙 新养的养殖户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的的时候 疾病高发期 水高发期 所以说我的提醒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 多多关注我 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 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 或者以各种名义去对养额知识 和养额时间来讲 去跟任何人任何事情去收费 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 借助短视频平台 把我所认知的东西 把我所养额的经验传授出去 让大伙更加认知一个养额的基础知识 养额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不让所有的包括料草 受药包括中年商去割老百姓那点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不要让他们把这盘韭菜给割的 连根都不剩 谢谢各位了啊 帮我多点点小红心 多多关注 这个额是我家的老四啊 大伙想跟我要流程的啊 要养额的这个流程的啊 我今天在视频最后方 又手写的一个小草稿纸 给你们放到最后方啊 最后方 记住了 不要再私信问我了 我给你们做一个流程了 做了已经 做到最后方 还有所有人说我啊 准备要收费 你记住 我暂时包括以后 在养额方面 我绝对包括我的养额技术和知识 绝对是免费 不会让你不会收费的啊 不会收费了 以后也不会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 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 因为有的东西 要根据当地的小额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蔬菜场需要的品种 不要瞎养 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 或者说我给你品种 你也养不了 根据自身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 去养这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 因为这个鹅 你就记住 你开奔驰宝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路饭水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 其实标准化是很难的 简直也做不到 我一会儿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 父母 我这种鹅 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 让你们看一下 不是每个人 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 我只是说只要一套乡下人 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信仰 一个中日 马上给大伙去看 总鹅 父母级别的 总鹅看吗 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 能剪小金蛋 这个是纯纯店三花总鹅 有想养鹅店也可以咨询我 想养肉食鹅店也可以咨询我 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 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 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的鹅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 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疫情有很多人 因为好多行业 关闭和倒闭都想养鱼业 但是我劝你 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单单说的 你吃饭 你还有咬舌头咬腮胖的时候呢 你鹅 养鹅更是一样 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 挣不挣钱 你根据你自身条件 自身情况能不能干 你天天吃饭 你还有咬牙塞牙的时候 你就别说养殖了 毕竟他是给你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 我再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 马上 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 我家老三有点怕人 就是棚里一半外边一半 因为他都40多天了 还有几天 还有个20多天就出来了 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 挖挖跑 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 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 一去挖挖跑 他不要就是怕生 人生 还有你最近想养鹅的 一定要慎重了 因为马上快到 你在现在定苗的话 还能有一批 一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建议大伙 新养的养着户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鹅的时候 疾病高发期 雨水高发期 所以说呢 我的提醒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 多多关注我 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 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 或者以各种名义去对养鹅 知识和养鹅实践来讲 去跟任何人任何事情去收费 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 借助这个短视频平台 把我所认知的东西 把我所养鹅的经验传授出去 让大伙更加认知一个养鹅的基础知识 养鹅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不让所有的包括料场受药 包括中年商去割老百姓那点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不要让他们把这把韭菜给割的 连根都不剩 谢谢各位了 帮我多点点小红心 多多关注 这小鹅刚做完防疫 我把料已经上好了 但是他不怎么爱吃 因为早晨咱们扣料吗 说五小时这不能吃料 打完针以后上完料也不爱吃 你看他就老是在那趴着 但是一定要控制好 保证几下几点 记好了 第一不能让他气堆 保证温度的上升 刚开始一定在打针之前放风 让他凉一点 因为来回跑来回跑会出发热嘛 一碾因为太大了嘛 降温完事 打针过到一半以后 马上这边就开始升温 升到让他再平哭在这个铺上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额体的额的最佳的舒服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的打针会忽冷忽热 他会有应急 晚上后半夜争取再放点抗病毒的 管感冒的药的上一遍 给他上三天 这样又防止后期的感冒了 或者是别的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吧 就包括这个冷热引起的这些感冒 都可以预防一下啊 还有这些带节奏的啊 你们不要带节奏 我不比那些 你们老举报我干啥呀 你说天天举报我有啥意义吗 我不比坦胸落位的好多了吗 我是讲一下 因为我们回家创业的这种坚信 包括我养的过程 讲讲我的生活态度 我不比那些天天跳个舞了 扭屁股了我腰了 不强多了吗 我只是讲了一些有用对农业 对农业发展 包括乡村里边 你想养殖 想干这个事业的人 一个提醒 一个帮助 而且我这个都是义务的 但是你们说这些东西 老是给我带节奏 明天我会给你们发 我的小儿 今天这不是这边做的那个 这不是就算老三吗 那边还有老四 明天给你们发发老四的状态 让你看看 往后再发点种额 让你看看 我是一个厂子 不是我说的 我到这拍点视频就走了 到那拍点视频就走了 我也不是兽医 我也不是料厂 我只是一个合作社 是养种植合作社 你可以查一下我 都会查 我到底是干啥的 不要带这些 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还举报我 有意思吗 我说的这些 包括给以后的 年轻的人想返乡创业 打个标杆 我们一定要热爱农村 不要让农村成为空村 老年村 这是我最大的宗旨 所以我在这边 我建了两个厂子 一共12栋大棚 每栋大棚有300米长的 有120米长的 有70米长的 一共是12栋 所以说你们不要给我带这些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任何人想来我厂去学习和看额 包括想要干的 不要你养个三只五只十只八只 三百五百你也来找我 我们没有那时间去给你 因为你几百只额去服务这些东西 我们物与真正想干事得着 干大事得着 把农村发展好 要农村的年轻人回村有工作 这是我的宗旨 也感谢大伙的关注 谢谢你们 嗨 看看我的手 刚上完料 我家小哥今天是22天 明天就开始做防疫了 防疫有几项注意事项 你听好了 一定听好 认真听讲 第一 在做防疫的前五个小时 不要尽量 在头一天 就是今天就开始 22天开始引作为水 做完防疫以后 是最重要的 温度一定要升上两三度左右 让小鹅自然而然的去走动 不要去碾 也不要他去蹲 他的体感温度 就想感觉到舒服 然后他自己就散开了 还有一点就是 不要去碾他 一定不要去碾他 因为做完防疫本身他就应急 因为天数大了嘛 就比如说六天在做防疫的时候 那没问题 这个现在太大了 二十多天了 做这防疫 一定不要去碾和赶他 让他自然而然的爬 自然而然的去吃吃 让他自然流动 不要碾 不要去那个 让他扎堆 一定要他体感的温度特别好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完事以后再饮一天的多围 记住了 打这个防疫的时候 我要把一个油的头头包包 在用咱们的那个疫苗对在一起 一定记住了啊 我只能分享到这些 但是现在好多问题都是 发完视频直接限流了 发完视频 给我就不让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咱也没弹性路位 咱也没打地 但是不知道为啥 啥原因我不懂 就给我限流了 你们要是看好了 记好了 限流我也不会重复发了啊 一旦要是说不让剥了 那我又不能重复了 我希望我的视频能给你做一个提醒的作用 也能帮助你在养殖道路上少踩坑 能进手减少伤亡 谢谢大家关注啊 多多铁铁小红心 两个人有多辛苦 打扰看看 看看我的汗 今天比较近距离的 让你们看看 已经全是湿透的 上料 本来我也爱出汗 说实话啊 在于干活 在这个高温情 干活也是很累的 汗就是说你 啊你多高的温度啊 额头那么大了 还不说温度 我们在边儿现在晚上是零下 就是零下 四五度 而且现在有的地方都已经下小冬薄了啊 下雨了 就是额不脱不了温 不敢脱温 脱温容易感冒 呃 温差比较大嘛 所以说啊 你要看我最后我小额吃舌的状态 今天我们正式加叉了吗 给加了四顿 啊 原来两顿现在变成四顿 但是每顿的量还是第二呢啊 每顿我加了四顿 四顿 啊也看看我的小额长势好不好 长得大不大 肥不肥 呃 还有一个就是 呃有人问我的棚子啊 包括你说的啊 你饿不死啊 饿谁养饿没有不死的 我不敢保证 我养我也不能保证不死 我也不能屁屁都好 对不对 这里你看你自己的管理心系啊 呃我说死多了啊 你说看 就是巴巴的一个属 养不好吧 我说死少了啊 他这么吹牛逼 咋啊对 所以说我只能说用我事实行动 看我的鹅养的好不好 状态啥呀 只要你按照我的状态 看着我的鹅啥呀 你的鹅绝对状态就是最好的 而且你的鹅伤患率绝对极低 你不信你就从到一天你一直跟着我的视频走 你养的看你的成果率是多少 但是不能气温忽高忽低 一定保持我始终的鹅的那种状态啊 鹅的体感的温度 不是你人不是你温度计啊 不是你大鹏整个的温度 是鹅体感的温度 记好了 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感谢大家给我点击小通信 谢谢啦 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助到你 我家小鹅今天是20天了 为啥没发断的呢 我后来说 先说是小鹅20天一开始 可以加料了 我是加了四顿料啊 每天喂四顿了 从现在开始 勤喂 还是勤喂少为保持着油料 能间隔一小时没料 比如你第一顿 上完以后一个小时吃完了 第二顿隔个四五小时上第二顿 然后就想一四顿 你今天开始正式加料 加到四顿料啊 我也还是说 最后我还是把小鹅在吃料过程中 包括他的状态发给大家 包括我的小鹅20天了 马上又开始做情绪感育苗了 我准备跟我们这个算是老三的 跟老四一起打 老四打小鹅呗 因为现在刚到的嘛 因为现在刚到的嘛 老三打起流感 来一次打进那个防御队就可以了 两边一起打了 打症之前我准备给他预防一下感冒药 预防一下 包括这两天不也是降温吗 再为点预防一下 可以就是压一下 预防一下啊 姜萌羊了 会感冒了 这些药再压一点 中药形式也可以加西药 也可以加上卡帮 大伙自己看啊 根据自己鹅的状态 请一看 怎么去动 怎么去喂 大伙自己跟你啊 我再说一下这个踩坑的事啊 踩坑是一件啥事呢 是我买这个水槽 很好很方便 包括鹅也淹不着 特别好用 唯一一点不好的原因是 如果你用葡萄小树桃 通膳的情况下 它有沉淀物 这个沉淀物呢 就会这个整个的水管 毒水管的通膳 就变成我现在这个劲 可乐乐团 或者都是水 包括看了吗 牛排也划伤了 划伤了吗 包括这边 这边胳膊全是小红点 全是小红点 就是个的 滑的 所以说你要是想养鹅 你就得精心精细 自己想好 每件事要讲究技巧 而且每一件事情 都要细细到极致 你自己吃辛苦 你才能养好鹅 如果不是自己管理 如果不想好好管理 包括你雇的人 也要一定要负责任 这样你的鹅才会养好啊 水槽大伙再想想啊 看看什么样的水槽 好使吗 我的水槽就坑了 好自己注意一下啊 请老姐们多点点小红星 多多关注 谢谢 太漫长却知不知 吃天涯间 谁人记忆 哪里划若像世界 我这一放片进去 这门 看看啊 我今天特意把这个角度调高了一点啊 让大伙也能看我的小哥啥状态 看着小哥的叫声吗 多脆 多吵了啊 我也很高兴 咱那个小朋友们 还有老朋友们 亲朋友们 包括咱粉丝团队的朋友们 你们认真正 你们认真 真的看我视频了 我上一个视频把小苏打和葡萄 说反了 真的有人还能反应过来 有人说的你说的是不是说反了 确实是说反了 我就希望所有的人 看我视频 能把我的视频你看完 多多少少对你肯定有点启发 如果你想养鹅的话 你肯定你在这里边学到你想知道的东西 但是呢 我不会说啊 为这个为啥的长得大 我肯定不会说 只是凭我自己经验 凭我自己养鹅的这个现状 给大家说说 我家小哥今天正式的话 是16天 因为我15天那天 我不喜欢了吗 也是上一个视频前一天 我出了点意外 我发生段 今天应该小鹅是已经16天了 我今天最后空一次料 明天准备加料 但是也不能上台所说的 随便不可能 就是半袋半袋的加 半袋加 就是比如我现在一天起袋吧 起袋 那我就可以加到起袋半 明天就是一点点往上加 看鹅的状态 你记住 所有人一定看鹅的状态 不是上你所说的 这温度咋调啊 多度啊 哎呀 这鹅咋痛快了咋办呢 招咱都有 有 其实看上去就不用 这个葡萄水 不是说你就让它饮多少斤为止 是让它饮够时间 这时间够了 你可以放了 扔了不要 只要饮够时间 它把这个酱酸液排一排 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症状 现在是啥呢 只有说卖药的 或者是说 厂家的人 给你们建议一下 用些药物不要 用葡萄水 来通圣 或者是说 控料把鹅都 就因为控料 而得的痛风 那我呢 到现在没打地 也许这个季节 也有关系 我跟大伙说一下啊 季节跟痛风 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季节的痛风 本来就少 伤励本身就小 谁说啥没有用 你说不得痛风 本来他也不爱得痛风 那咱们呢 是有预防 一个有预防 二是也可以治疗 这过程中 我的预防就等于是治疗 在他来 那几天 咱预防好了 几乎都没啊 就是一摘一摞 就过去了 就特别好 就不会像你所说的 大大小小 全处问题 看我的预 你只要我在这 你看我周边全来预 只要你说话 哗哗全来 来他的吃空气 还是那种状态 就特别健康的一种状态 还有不明白的啊 大伙我将继续分享 我每天的料 水 饮多长时间 还有用的什么药 大伙可以根据你自身家里 在什么地方 根据你当地有什么那药 可以对症下药 就是我说的这种 我用的这种 可以用相处的药物来代替 都可以啊 不是固定 必须用它 或者固定 我必须怎么怎么定 没有固定的东西啊 养的没有固定东西 还有想来学养的呢 嗯 但说就好 我这一批就因为 好多事情 我将在以后的视频 慢慢分享给大家 什么原因 造就我今天这个 鹅出现这种状态 或者那个鹅出现什么样的状态 我会一一的跟大家解释啊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今天我的小哥 应该是第十五 十五天了 十五天 昨天那段子没有发生 因为出了点小意外 这种意外说啥呢 就是危险时刻不来 所以说我提醒 开大车的朋友们 没事检查检查你的轮胎 检查检查你的车 在行驶之前一定要检查 因为我昨天 影面过来的大车轮胎 掉下来了 给我也砸上来 所以说这个危险是 非常非常严重的 也是意外不知道 什么时候突然起来 我很庆幸 我也很 特别的高兴 我还能站在这里 还能给大家继续发段子 今天发段子说啥啥呢 你不要问我小苏大多少克的 葡萄糖是啥样的 人用的 不管你是多大克数的 我用的全部是人用的 比例1000比3比10 1000斤的水 比例是3斤葡萄糖 10斤小苏打 再记住了 不管你多大含量 我要饮它一般的10个小时左右 必须超过10个小时 如果严重我就超过10个小时 不严重我就10个小时左右 饮时间不看你净多少 就是1000水对这些 饮够这长时间就可以 不是说你就1000斤水完事了 不饮了 停了 我再次发一遍 不要私信问我 再问我这些问题了 因为我是按照我的经验 按照我养额的方案 按照我养额的标准 告诉大家的 你可以学 也可以用 也可以不用学 你也可以跟你当地的兽医 给你开的药 怎么去喂 怎么去养 都可以 实在说 整不好了 可以看看我的经验 也可以 今天的小鹅就是 啥样状态呢 就是让它 现在不管温度 你不要看说 你的多少度 几天多少度 不用看 看鹅的状态 鹅的状态什么样 你的温度就会是正好 我现在的鹅的状态是啥呢 吃空气 懂吗 就在张嘴 哇哇哇刀 空气 听到这声了吗 听了 听东西 再有一个就是他刀槽子 那个刀槽刀槽子 完了 自己来回去走 自己就来回走 这就是我现在小鹅的状态 再有两天 我也就不用控料了 我是控料从 七八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就是两天料 每天都是吃三四个小时 现在也就吃两小时 我空了八个小时 你就想想吧 就是每天吃三小时 空两次送三小时 反正一天就二十小时 一直是中间空了 一直让他多喝水 铺糖水 包括白甜品 他们有的药 包括这个保肝护身的药 你都想好 一定一定的啊 我今天发一个这个段子啊 呃 有带节奏的 或者在我评论器评论的 我也不想妄加 去说别人什么 我只只想做好我自己 良心做好 我才能有 呃 遇到危险那一刻 我能 化险为夷 多谢大家的关注啊 谢谢 谢谢 今天离我家小人 十四天了 我还是以大通风为主 呃 要适应现在的温度 呃 现在吧 我这边早晚温差 不算太大了 还可以 一定让他 很稳 就包括我现在 最视频的最后 我将把温度控制在什么状态 就是小鹅的状态是什么样 你就是按照那个标准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还有就是 总统说 朋友说 那个养额啊 昨天接到一个 电话啊 也是 粉丝朋友的电话 他说他想在一个 比较偏远的地方 有草草 但是没有棚 他说我给他打过去 说我不建议 让老远去去 来回的路途是一方面 再有一个跟前没有屠宰场 没有一个拉鹅去 愿意去拉你那个鹅 因为距离太远了 这些钱都下放在距离上了 而且你没有一个真正懂得的人 还是养不好 因为那边问题也大 所以说呢 你要选择看看 找一个什么呢 能适合于 你能管理好 而且就近能拉到图案厂的场地去养额 绝对是没有问题 这样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因为所有的建筑 你一旦投入在那个地方了 你已经投入了 你没法拉走 那就是费便宜一堆 最后你只能是损失这些成本 你养额再养不好 再赔一点 所以说呢 最后有可能 落一个血本乌龟 这样的 栗子 接接都是啊 不会说一笔两笔 因为都是因为啊 我就找一个地方 贪图点便宜 就是这个草草 吃的草 养额嘛 然后在这盖草 这个不是说你想干 想建想啥 我就是永远都是让新返乡创业的 或者新想养额的人 轻资产运营 什么叫轻资来 能不要自己去建筑的 就不要自己去建筑 大张扩幅去干 因为我这个坑 就是我自己轻轻过来的啊 我就是因为极建极建极建 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 别看我养的这么好 也是因为钱赔出来的 也是没有回到成本的线之上的 所以说你得找一个 比如说你想跟我干 就离我近一点的地方 因为你鹅有问题了 或者说尿了 或者要了 或者苗了 咱都互相有个照顾 包括你卖鹅的时候 咱也可以有个照顾 但是太远了 我们也照顾不到 包括现在老鞋都来电话说啥呢 我鹅就是粘吧 干嘛咱 其实这些东西吧 我不管妄加判定是什么毛病 只能说那 你得找你当那个医生 去看一下 判定对错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吧 我不能判定 我不能误导你 所以说有些事情 如果你们想真正想想 还是想 咨询呢 还是感觉我视频 做的听不明白 或者我还差点点想学的 可以来到我场地 也可以进到我场地 实际 实际跟踪几天 看一下 但是尽量在我来苗之前你来 比如说我现在后天又该到苗了 来苗之前你跟几天 你不能说你只能听我说 你就是摸索去咬 这样是永远都会失败的 我明天将去送蛋 明天的更新段随 有可能是别的 就是大伙说我捧不好 伤毛率大 包括那些通风 怎么怎么地的 我将把我每批的鹅 给大家的视频里看一下 包括第一批第二批 包括总鹅 让大伙看一下 到底是我养的不好 还是你说的你健康健的不好 还是你说的必须得用这些药才能养好 还是我纸上谈平 如果你们再不服 可以来跟我挑战一下 你来咱们试试 看到的是谁行 你不行 谢谢大家 多多关注我 今天我家小孩 小鹅13天了 今天我下午醉了点黄奇脱糖 加上卡巴 就是怕它防止它这两天得通风发烧 所以提前我就预防一下 因为这几天是最危险最危险的危险期 一旦控制不好 保护不好的话 它就会得通风 完了就张光严 后续的一系列的病 它都全会跟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 一定把小鹅保护好 刺风好 你才能挣到钱 要不你挣不到钱 还有几件事想说一下 大家就往后看 你对你肯定有用 不管你啥是进厨 现在我出现 那个富二厂脱单现象 脱单现象的苗 不是不愿意让你要 也可以要 就是这样的脱单现象 就是现在恶性循环 咋恶性循环 就是这个苗 一旦出现脱单 富二厂不想少赔钱 甚至不赔钱 怎么做到的 但是细情我不能说 第二个是啥呢 养殖户 你不要了 你要就是不养了 或者怎么样 这是出现脱单的 这是很正常的 你如果想养 你可以根据你 知根知者的腐化场 了解的腐化场 做人比较 怎么说 做人比较诚信的 这样的腐化场 去联系 它卖给你的苗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想想 捡着便宜 所以说 捡着那个便宜 你不一定捡到真正的便宜 好比说吧 我自己也捡过便宜 五块钱 三块钱的厨 咱都捡过 其实捡来的一个厨 伤亡率会很大 伤亡率大 成果率就低 但是你要是买好厨 化场再挣你点厨 富化场也挣着钱了 咱们成果率也高了 咱们的成本也会降低 不要看眼前的那点利润 那点钱 给你省个快报码钱 两三块钱 你以为两个厨 都丁一个厨 其实不一样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或者说还有发场呢 从南到北钓 钓苗 就是钓上面苗呢 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苗 它是从 不是它发场出的 从它发场钓 就给你便宜 它的苗可以卖贵一点 好苗我卖点 我定的苗的时候 如果我出现那种苗 我赔钱 但是我给你从别的那种手 拿的苗 我不赔钱 我能挣钱 所以说呢 有些东西大伙 一定要自己动动脑筋 为什么要便宜 便宜没好货 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伤亡大 你假如说 你感觉伤亡大 伤亡大和厨 有一定性的关系 和你管理 有一定性关系 不可能全赖苗 也不可能全赖自己 你的管理上 能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呢 苗的 苗的质量 也就占那几层 所以说呢 好多东西 一定要自己看好 想好 不要认为便宜 我就上 便宜我就剪 这个东西真的便宜 没好货 记住了 这不都想看我家是怎么取暖 怎么卤筒是怎么来的吗 我家对那个卤筒看一眼啊 顺着我手看一眼 都从那个 鹅的上面一点 把炉子过去 外边搁点引缝机 底下用的是骨缝机 有些东西吧 你不是说 我是怎么样连 你就应该怎么样连 根据你的棚的大小 高矮程度 来划分你这个鹅棚的取暖 怎么样取能好一点 自己设计一下 还有就是今天那个我家小鹅 就是11天了 11天了 但现在呢 有点啥事想说一下呢 就这人咋有这么臭不要脸的 你咋还用咱家的图片 用咱家视频 说吃他的药就好使了 喂他的药都毛长得好 鹅长势均匀 长势好 这要脸的人 你真臭不要脸 我最后把在我的视频最后方 把这几个人的号 我发上去 大伙就注意一下这些人 说吃药 我还是喂的啥 咱也不清楚 我是没喂过 也没整过 我测试再声明一下 把他们的所有的人的账号和名字 我发在我的视频的最后方了 自己看一下 还有就是取暖 这不刚说完了吗 就是通风 通风怎么通呢 你别说你这鹅多少度 你加多少度 不要看 看鹅的状态来调整温度 什么叫技术含量 这才叫技术含量 其实养鹅有技术吗 没有技术 技术含量就在你的温控 怎么温控 你比如说是鹅 就看鹅的状态 不要看温度计 也不要看你炉子稍多红 没有用 看鹅的状态什么样 鹅的状态是散着 就是几个 拈到一起趴着 没有问题 别都漆上小堆 小堆小堆的 那就温度是 要不就矮 要不就过高 还有一就是通风 我家看后边那个亮灵 那块就是通风口 那边是窗户 我对面是有个 引风机来回拍风 这是一 二 门 门也可以拍风 门底下一定要放塑料 高于鹅的 你这上面一点 不要让它的风 直接吹到鹅身上 也不要让它有过堂风 就是这两个是重点 再有什么需要 或者说有什么想问的 我将下棋 慢慢的 因为这两天鹅不烧热了吗 我也是急等 看着这个温度 完了休息不好 就是视频做的少一点 将在最后 我把这个鹅调整好以后 我将每个老铁的问题 将一一用视频 给大伙展现出来 谢谢你们的关注啊 给我点点小空心 关关注啊 谢谢 今天我说说我 这两天没法断的这个事啊 七天的时候 第八天的时候 我说控料做那个准备啊 我跟大伙说了 其实 包括第九天第十天 都是两顿按顿喂料 就这小哥 大伙都记住了啊 就是 想养鹅的朋友 反正创业的朋友啊 你把我这段视频看完 你才知道你有没有那肚料 能不能回家干这事 以后你能不能做这个事 你能不能把这养殖养下去 啊 说的就是啥呢 我在昨天是九号 我去送总办往花卡塔的时候 这个 额出伤的热了 就是温度没控制好 现在我这小哥跟水洗的一样 现在我这小哥跟水洗的一样 包括今天 这是第十天吧 今天下午 又给我凉了一下 工人就是炉子没有烧好 炉子天没天晚了 先给我上个料 后弄个炉子 呃 这个 怎么说就没弄好 而且这是 呃 不让大伙来跟我学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这 因为我这是一万只小鹅 是 我的辛苦的钱 我的心血的钱 也不像别人一样 就是说 跟你录我家的那个图片 好的鹅 坏鹅不录 说的都是假话 我把我真实的情况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现在我这个小鹅状态 今天缓过来一点了 现在已经很好了 要不都跟小鸡蛋 水洗一样 就是水洗的原因就是一 你温度低也一样 也是这种状态 你温度高出汗也是这种状态 呃 你想想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这鹅就会感冒 呃 也会疾病也会来找上来 所以说呢 你要在这个阶段 一定把他的这个温度 怎么调整好 给他用什么样的营养的东西 或者是你投点中药 感冒的抗病毒的 都给他投一点 让他好一点 能宽税一点 一会儿我会给你看看 我的小鹅 现在的状态 如果你没有这点主料 就这一万只额多少钱 你想想 你的损失就是在这上 因为你这样的话 伤亡率就会稍稍增高一点 因为本来没有那么多伤亡 你有可能是因为他伤亡一倍以上 所以说呢 你要是看好你的损失 和你掌握不好的情况下 出现的后果 呃 你再想想你这个鹅还能不能养 你这个创业做养殖 这个鹅都说怎么教 就是你在我的学 让你来干 也有可能你整不好这个温度 掌握不好这个温度 所以你鹅才会出现问题 呃 昨天就有人说我了 你看 你还得录你小鹅的水洗了 是水洗了 我也把我现在的真实情况 跟这些 你们小小鹅的 喝者是刚要养个不懂小学技术的人 自己看一看 呃 自己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 如果你能承受了 那你就可以养 因为这批不好 你不还有下一批吗 总结经验嘛 这下我的衣服 天天是精湿精湿的 湿 不是因为我鹏湿 呃 有人说我 你那鹏潮啊 你得得通风啊 怎么 我这额今天十天了 我没有得通风 就是因为 忽冷忽热 给它弄了 稍微有一点点感冒 也没有啥大问题 我是因为我烧煤 这个炉子的加温 你看后边没有个炉子吗 加温所造成的 我出汗热 所以说 就我还特别爱出汗 就是造就是说 现在这种情况 呃 我一会儿给你们录下小鹅啊 在结尾的时候 看看我鹅现在的状态 你如果能接受这种状态 你就可以跟着我养 找到挺好 就是跟 哎呀 没毛了 整个 放出鼓子 丑死了 看看这两天 小准天 调整个小视频 看看啥样啊 这是我家 啊 放开手脚让学徒干的 第一件事 今天我的小哥是第八天了 看看这就是我上完料的状态 第八天一注意是啥呢 注意第一 因为开始通肾了嘛 昨天开始 第七天通的肾是 怕潮湿一定做好通风 温度一定不要过于低 所以还是高一点 呃 再有一个就是 呃 上午还是 早晨四点开始添料 争取在四点半之前添完 添完以后 就还是饮这个 水 昨天我说的饮点水 但是这个水呢 今天这个点给他改成 呃 中药啊 改成中药的 一方感冒的药 给他投一点点 投完以后 再投 呃 葡萄糖小树达 通肾 这个下午的料 还在第七天 单独我发那个视频 一模一样 就是上完料 通肾 呃 但通肾唯一的一个要求 还有啥要求呢 就是你在葡萄糖喝小树达的水之间 必须让鹅喝到清水以后 再去 对周药 呃 我的都是一些自己实践的小常识吧 呃 希望对大口有什么帮助 呃 今天呢 我准备 呃 我总蛋 又除了一批了 啊 因为每周都清淡嘛 我把总蛋送到花场 扶小额了 又该有小额了 你 不想多次去过去 我是早晨 跟大伙发断 你就说是四点上完的料 四点二十对吧 我现在是两点下午的两点 四十九分 又上完了第二点料 上完这料之前 一定要通肾 怎么通呢 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用的是人用的葡萄糖和小树达 比例开始饮水 加上上料 饮完水 今天的成熟就饮这个水了 料念就不上了 这叫控料 吃完这些料 呃 就不让它吃了 就一直饮葡萄糖小树达的水 我不喜欢用药 原因是 是要三分毒 不管人也好饿也好 咱你考虑一下子 呃 我养额就按 呃 人出现问题的情况来养 比如说用这个 咱尽量用人用的 比较好一点 成分也比较高一点 就上完料啥情况啊 现在料头人必须得吃苦 不吃苦肯定不好吃 你看我这个啊 所以你看一下 哈喽 这不行 都是水 你回来呢 咱还 看 滴的水了吧 全是水 这就是上完料以后 给状态 你说你不吃苦 你不任劳任劳你不干 生活会对得起你吗 一起加油努力吧 农业人养殖人 给大家苦心一下啊 今天是小哥第七天 太热烈了吧 呃 为了控料和铜肾做准备 今天早晨四点就开始上料啊 不能吃得苦中苦啊 也不到最后成啥结果 我养殖库里面 最大的一个弊端 哎那现在养个好养点 不吐风天二点姜蒙眼 就是 额的这种疾病 一般人都愿使 吐出药 但是我养个都是用最古老的方法 最土的方法 就是 为了主要还是为了咱们下一步 控料 控肾做准备 呃看看我的额小状态 好不好 今天小鹅是第五天了 这第五天开始就是可以挑 残鹅了 小一点的了 若除了今天就可以都挑出来了 呃今天是啥样呢 就是比如说你当时因为 先没喝到水完了 吃上料了 这样小鹅就会出现 虎屁股先养 那你就得把它挑出来 这样的鹅肯定是 养养不大 再养几天它也是死 这时候就把那个 小鹅啊 差一半的就是挑出来 直接就不要了 不要的原因是有两点 第一我不想让它再多余吃 那些料了 因为吃它也长不大 第一它当时吃 怒会不漏 会脱辣 第二它半刀它也会死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趁小从小 给它蒙杀掉 可以直接就给它直接挑走了 你不要了 这样的话你 以后的鹅大小就特别均匀了 而且你也不会浪费一些料 或者是说 还去打针吃药都得管 你不能因为这几个 残 如果病在里边 你会大量的投药 赶紧它不如直接都挑走 就趁着 第五天开始 往后这几天 十天之内赶紧挑出来 现在若出全部都出现了 挑走 不要 通风还是正常的通风啊 明天开始给小鹅做防疫 今天是要为多为防应急 看看我家小鹅现在的状态啊 刚到 以升温 进屋以后开始升温的状态啊 升完温以后就自己来回跑 这是温度正常 我的饮水是用的是作为 今天第一天用的是第一顿开始 用的是多种维生素 引着开口的水啊 陆陆续续的 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弄啊 我给你一会看一下我的温度计 挂在什么样的位置 温度有多高 我这 现在吧 今天有点忙了 因为刚把鹅整得好的一个状态上 温度也升起来了 那个有不明白的 就是可以看我视频 每天都会更新 每天鹅的状态 拜拜 好啊 看看上面这小鹅 床下 看了吗 床下一展 这是几十公分的 我不会算啊 就四十公分左右 一打多一点 这温度在这儿 看一眼啊 看了吗 看见了吗 哈 哦哦 你再抓一个啊 生活万苦啊 就看你吃不了 吃了吃不了这种苦了 这是今天的小鹅 第四天了 长这么大 看看大品种 小品种这个长七分啊 就是看它的串 粗细就可以了啊 那个还有啊 今天我把这个料跑的 直接就给装上了啊 现在装上也会卡额 你今天给看着点 今天是第四天 也是开始通风的日子 因为上午高级通风 忙着看温度 就没有录视频 就是通风口的视频 现在是通风打通风的 你别看你中间这个 咱们中间的这个温度 过道的温度 特别特别在高温棚 周开棚以后温度特别高 你所以说要感觉小鹅 什么样状态叫温度高了 你比如你有二三十只鹅的时候 张嘴有个一个两个无所谓 就不算热 如果还有一半 那就是热了 就赶紧降温 但不能急速降温 急速降温容易感冒 如果要是凉了呢 它就会哇哇起一小山 就这样一小堆 都往一起聚 要是热了 它就散了 散落了 像我的现在这种状态 就属于温度正好 第四天注意的就是 放风的这个温度 一定要控制好 细一定要细 而且你还要做到啥呢 你的整个这个 长篷的温度多多少少 你要是看看听听鹅的呼叫的声音 特别它呼吸的那个声音 是否有感冒了 或者伤热了这种现象 你听好 听一听 它凉哪块温度不够 都可以看得出来 听得出来 还有啊 最近本来我之前视频也说过 谁别贬低谁 至少还有人说说啊 它为谁加料的鹅 长七斤多 长六斤多 我想说的 卖鹅那天你过撑了 卖鹅那天你知道啊 卖给谁了你知道啊 你说的话说的 如果我斤数不够的话 我会一直用这家的料吗 我会一如既往的 使用这一家的料吗 那不现实 哎呀 现在这人咋的呀 背后讲的人 讲的人谁贬低谁 用这个打比喻啊 我这大鹅场 为了这些鹅 我的料好坏 我不知道吗 怎么去比喻啊 对不对啊 你能卖你点料 你卖你点料 你能抓鹅 你就抓你鹅得了 天天说你这个 说三道四的干啥 说一天 还有那鹅苗的事也是 大伙都说对比 我跟别人比 我说你别跟别人比 人和人的出事的方式方法不一样 我就是我 我不管是新手老手养鹅 老手那咱比不了 咱肯定不能跟老手比 但是我比新手 至少我入行几年了 我吃过亏上过当了 所以说你有些事情嘛 你听也好信也好 那是你自己的事 人咱们正大数字都个大脑 自己去思维自己考虑谁真谁讲 事实上都会有一个说法 你不用说你 这现在养了你吃亏上当 也就一回呗 对不对 吃亏上当这一回你说 不可能就是说几百块钱 那都是几万块钱 还有啊 想返乡创业 想会农村发展的年轻人们啊 我喜欢这样性格的人 我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的技术 包括一些的健康的指导 都可以找我 我都可以帮助你们 因为我想我们的农村会越来越好 人会越来越多 温度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知道了吗 我都不耐着 不要看温度镜 看鹅的状态 瞧着温度 这个是我新发的料槽子 那没有多少钱就没退 这样的料槽子 咱们养着库便买啊 这玩意不好使 使得不得劲 完了呢 这个是正常是这样是螺在一起的 我怕卡小哥的头 所以说把它翻开了 翻开以后放在这上面 整个满地都是料 有路你看就知道了 地也全都是料 这样是浪费很多 刚开始头三天以后 咱上料炸上呢 也可以用咱们的饲料袋子铺平了 往上洒头三天 也可以这么上 也可以就是像我这样上 但我这样是不是比较浪费了 满地都是料 以后你可以看看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水槽子也是个问题 你当你营养额的时候 你这个小水槽子吧 你底下垫块砖 要不它一热了 它自己容易去洗澡去 一洗澡 它就让人忽冷忽热 就容易感冒 最后细就是养额这个成长 比较有影响 这是我总结的第三天的经验 第三天我小鹅还是为了病毒药 开口的三天的病毒药 都是中药的 长期就是说有水 温度一定还是控制在30度左右 人进来只要不超湿热 就可以 小鹅还是以高温为主 有点小胶张嘴 别七堆就可以 有什么需要问题 我会及时更新咯 还有一个啊 最近大伙都说呢 你看问你养额你也不说 啊怎么养额 养额怎么能赚钱 或者我养额就想赚钱 我赚多少多 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不现实啊 你得根据你自己的状况 如果你有二三十万 你打不了 你自己还是穿在兜里吧 能不干尽量别干 你想养也没有问题 根据自己的命运呗 有可能你养上就挣钱 也有可能你养上赔钱 各行各业都是 都在筛选着经典嘛 你不能说所有人都养不挣钱 也不能说所有人养都挣钱 肯定有正有赔的 你看看 现在我这屋里的热度啊 整个我的身上全是汗 呃 穿着半袖 呃 今天是小鹅的第二天啊 嗯 状态也是非常好 我会根据我 养额的状态 把所有的事分享给大家 呃 小鹅第二天 我是24小时给的 第一顿料 嗯 饮了24小时的 多为的水嘛 24小时后给的第一顿料 给的开口的药 开口药 我用的是中药抗病毒的啊 呃 根据也是 不管是怎么说 怎么做 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棚舌 跟你自己现状去给额 怎么去做 呃 包括地区差的温度也不一样 自己都看 你是地狱还是床上狱的熟 都不一样 如果床上狱通风已经在地狱 那就无所谓了 你超过鹅就可以 嗯 我就讲这么多 太热了 因为我们要去给小鹅抽水了 拜拜 今天说一说 想养300500只的鹅的人啊 嗯 现在不到时间啊 等到5月份左右 4月份 4月中旬左右 草出来的时候 或者天气能适合鹅在外边生长的时候 你在找我 我会告诉你抓什么样品种的鹅 你想干什么用 还是想吃 还是想下单自己吃 还是留着自己下单能卖一点 这样的话 你跟我沟通 到时候我会给你找脱单的鹅苗 不是脱单 说错了啊 脱温的鹅苗 就比如说我脱完完了 你可以把它拉走 到家就可以养了 这样成活率会高一点 嗯 不要 看咱们所有的问题 我将在后续 如果我在我这个鹅厂脱温的情况下 我在现场的情况下 我每次包括鹅做防疫的时候 我都会给大家发视频 让大家看 包括 嗯 所有一系列的东西吧 这是口味完它吃饱喝足的状态 温度整好的状态 你这边还没吃完呢 还在吃 有人说我图一利益 有人说我到底是为了啥 如果你养三百五百的只鹅的人 你不要说考察也好 是来留的好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接待你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来 给你解释这些东西 你只能看我的视频 如果说你要真想养真想干了 干那个实业 能干实事 是干事的人 你来找我 我肯定全力以赴的帮你 而且毫无保留的去帮你 哦 呃 所以说呢 就是说大伙吧 不要因为你想养个三五百只 我想考察一下 我想看一下 你不用看了 你也不用来了 因为我家 我也有我的事做 也有我的工作去干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给你解释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 我为做视频 只是为了我把我的鹅的事业能鹅 下的蛋 我主要是为了卖我自产的东西 我自己做的东西 我不是为了去卖你苗啊 卖你料啊 可以用 我可以告诉你 我用哪个孵化厂的苗 你自己去谈 我用哪个厂家的料 我告诉你 你可以跟我同情去干那个事 但是这些东西 我不会掺杂着我个人的那个想法 去给你去做 呃 任何一个呃 作为重建商来去做这个事 我不会做 我也不会干那些事 所以大伙一定要想好 看好看好人 看好人品再去跟谁干 跟谁去做 想好了 再说来人了 我去接待了 现在这个养鹅航线啊 出现一个啥状态呢 就是互相排挤 互相讽刺 呃 相互的 都说自己 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但是我说一句话还是那句话 谁也别去贬低谁 谁也别去讽刺谁 谁也别说谁的东西不好 你最后老百姓用到手 真正好不好老百姓自己知道 你也不用贬低这个贬低那个 这个行业你贬低的同时 你自己又高上到哪去呢 对吧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想养鹅的朋友们 我十几号又要到苗了 你可以来我这实地考察跟着我学习 你不要说问我 我给你交代的东西和你实地 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怎么跟你说 也得根据你当时你养鹅的状态 你的鹅苗的状态 包括你盆水的温度 包括你管理的程度 才能去看你这个鹅能不能养好 所以说呢 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啥 你可以来到我这场地跟我学习 这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你要是不想养鹅 就想咨询一下 我还想挣钱 我建议你那钱放在兜里就别养了 还是那句话 所以说呢 我要从到处开始 以后会每天更新一个段子 让大伙了解这个养鹅行业 到底赚不赚钱呢 我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啊 用什么样的方法啊 现在就是大伙所说的 这个鹅里边所有的基础含量的东西 其实一点基础含量都没有 只是你看你自己心细 不细 你的 咋说呢 就是你所用的东西 你是不是真正的合格产品 是不是咱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养鹅价格这么高 我建议大伙啊 不要省料钱 不要省药钱 能不 不要是说为了我想结缺的成本 我多挣点钱 最后你鹅养的不好 呃长势不好的话 你肯定是赚钱 但是你的管理好 有成果率才可以 价格确实很好 就是包括朋友想说你给我看见场地 我想养鹅 但是你说去最真心的一话 我希望朋友赚钱 不希望朋友赔钱 赚钱怎么都好 不赚钱的时候 他会埋怨你啊 你让我养的啊 你跟我指导的啊 你给我整的苗啊 你给我整的料 其实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辞 不会找自己的原因 所以说呢 我的建议是朋友之间可以养 我可以帮助你 可以协调你 但是 你要是没有那个心系 那个劲儿 没有那个吃苦耐劳的那个劲儿 呃 没有那个就是亲自抓那个行动 你最好就轻轻放下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现在挣钱太难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想返乡创业 每个人都想回农村 呃 干点事 因为现在整个的 原来是下乡 原来呢 叫咱说城里打工 上城里 城里潮 现在都是 现在是下乡潮 都回农村创业 这个振兴乡村 这个确实一个好项目 门槛也非常低 但是呃 你最简单要一定要先 呃 考察好 体验好 不要听任何人的呃 画大饼 都会画 这个饼画的特别人特别好 而且这个行业确实也是现在很好 呃 额价这么高 那肯定是赚钱的 谁问都是赚钱的 不会赔钱的 所以说 现在 你要想干 所有的成本也是增高嘛 你就要把自己这些呃 所承受的能力 要考虑到位 呃 我养三批四批我就可以 这样是说 你还可以 赔一批我不怕 赔两批我不怕 赔三批我也不怕 第四批我肯定会赚钱的 所以说就不要考虑我 进来我就赚钱 进来我必须得赚钱 不赚钱 我干不了 所以说呢 嗯 我还是建议大伙啊 呃 投资许谨慎吧 只是特别是养殖行业 虽然说门槛很低 谁都能干 但是其实他的门槛 说低不低 他养殖行业还是很高的啊 呃 我只是给大伙提个建议啊 如果还想真正想养鹅的 可以来我场地 呃 跟着学习这个托温 包括鹅的管理都可以 呃 我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的场地 看看我的小鹅老欢出来 特别好 就是我怎么说呢 就是说养鹅最好的技术 就是最简单的技术 也是最普通的 只要你在农村待过 只要是你家有农村人 这个养殖行业就很好干 因为他知道你吃苦 稀气 就在几点就可以 如果害不想 我就想养 我想好好养 那你就来我场地 呃实际考察 实际跟踪几天 就是排 我在盗苗之前你就来 等盗苗以后 我会 我家所有的流程 你都会看得到 也清新体验到 所以说你这个 就会不会考虑他说 我不会养 我养不好 这个话以后不要说 也不要问 问谁也不可能 全部告诉你 就我把所有的流程给你了 也不一定适合你 当时的那种状况 对吧 我可以给你 就是包括每个鹅 到什么时期 什么怎么干 干什么 的流程都可以给你 包括温度 所以说 你根据你自己现状 你的鹅的状态 来调整你所用的温度 所用的饮水情况 或用料情况 还有你当地是什么 那个的料 是 喂什么样能节省成本 或者你养多少天的鹅 像我养的鹅 几乎都是 宰鹅 75天出篮 125天出篮 还有一个就是 我养的种鹅 就是我养的几乎 就是在三种 因为我在 现在养鹅 是70天就出篮 全程是用料 在棚里 等到夏天出草的时候 有草地 我有林地 所以说我会 用林地里边 让它吃草一份部分的鹅 减少一下成本 草原鹅 我们就会 在那个时候养 因为现在没有草 你没有办法去养草原鹅 谁说咱也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 根据你当地 你的地理位置 你当时的情况 你现有的情况 来考虑 怎么去养鹅 怎么能把这个鹅 我能赚钱 如果说 就是说 我想养个三五百 这试试或者养多些 你就别养了 还有好多朋友 我想 我有家有果树地 我家里有院 我养个百八十只 这样是也可以 你就是说 到我这来 包括现在这个状态 你抓走 活不了 你等我能适合 这个天气出棚以外 早晨晚上 能适合现在的天气了 你再抓走 再养 这样事的话 它成果率是高 而且你还能说 我不能白花这个钱 因为现在鹅这么贵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是比咱们自身的现状来干 不是说你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我想一时头脑就加热了 我想养鹅去吧 养鹅现在都赚钱 肯定赔不上 这话 我肯定不会告诉你 养鹅不赔钱 肯定赚钱 我不会说 因为再好的行情 除非这个鹅 你一分钱不花 但是鹅是吃东西的 它是吃掉的 吃下去 没有成果率 你还是赔钱 所以说 再好的行情 再高的价格 也需要你自己的细心管理 才能赚到钱 才能不赔钱 所以说 大伙 有什么问题 我还会随时随地 跟大家讲一讲 告诉告诉大家 对于养师傅定苗 不管你是经纪人 你还是指导老师 定苗就一定告诉养师傅 这苗是哪的 什么样的 一定说好 不要中间出差错 这样是到对谁都不好 因为这里边盘着你说 受药 手料 饲料 饲养源 这些管理 都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包括你说 你来的时候苗不好 你说饲料有问题 但是你说这些问题 别人家走在位 也没有问题 请任何人 不要贬低任何一家伙化厂 也不要贬低任何一家私料厂 也不要贬低任何一个指导老师 哪个人都不容易 都在牙手里用 就卖点钱了 咱们才能挣 因为指导老师也是 你给他家 要出去跑 看额也没有状态 对吧 你挣点钱也不容易 私料厂也是 挣点钱 因为业务员生产器 也不容易 包括你经纪人 你卖点额苗 也不容易 因为咱们都是 假送中生学 所以说我们把自己做好 做人为本 让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走正行正 行的正走的正 你才能走远 你这条路才能走好 大伙还都能赚点钱 请大家 谁也不要贬低谁以后 你去点个蛋了 赞无人欣赏也为自己哭笑 我在这生命运一下 我养的是 宛普的总工 三花蕾和母纹 加在一起 叫苦三儿 鹅苗出来叫苦三儿 再有一个 我跟所有最近接电话的朋友们 聊天我视频的朋友们说一下 我不跟任何人合作 我也不搞合作 因为这样坑的不是我 是你们 因为你如果离我的鹅巢 附近的情况下 离我近的情况下 你可以养个百万十只三五百只 这样我突然问你回家去养 养好了可以给我送过来 我卖鹅钱一起就可以带走了 这样都可以带着你们一起去赚钱 但是你想让我跟你合作 咋说呢 合作来合作去 最后合作的 我羊猫出在羊山人是咋来的 所以说我不搞合作 如果大伙想了解 想要养鹅 你如果手里没有足够的这个玩意 暂时现在鹅价这么高 就先别碰 特别是没有鹅棚的人 主要你有鹅棚 有场地 有人 那你可以去干 现在虽然说价格 价格在高位运行 但是应该也能有问题 因为它是外鹅的 鹅价也是在涨的 都是这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这几样都没有 想再重新建庞 再租场地 我想挣这个钱 我不建议现在入手 等啥家鹅一提 味儿肉了 鹅蛋 吃便吃了 那样的时候 你再看看 出在低谷的时候 再入手 这样是你能把你的 不会的经验 你也能学了 因为那是成本第一 等你好的时候 你也养鹅养好了